大家好 欢迎来到禅静 开始今天的分享 段师兄 我写这篇文章 就是想把自己受益的事分享给大家 希望给想要宝宝的家长一些参考 在段师兄的博客里面 有我一篇按照瞎扎活佛传授的求子修法 我求子成功 的博文 如今我的孩子已经六个月 活泼可爱 天庭饱满 人见人爱 整个孕期我基本是持戒 这让我想起海涛法师说的 这是孩子前世的愿力 小孩在妈妈肚子里就持戒 站在世间法 有人会怕营养不良 缺维他命兵群 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这个小孩子过去是如果受过菩萨戒 过去是他已经发愿进行受持戒的人 他这一辈子来投胎 就一定是胎理素 孩子不闹业 基本属于好代行 孕四个月我开始读地藏经和普门品 普门品至少一遍 地藏经也是一遍 因为上班 有时候公司忙 我这念心经和肖在吉祥神咒 准提神咒 观音心咒 一些短的经咒 后期三个月请假在家 读完经回向我都是跪着回向的 放生 参加法会 去寺庙里拜 身体吝嗦的时候一直坚持去庙里烧香 每次我都前程回向给胎儿累生累式的冤亲债主 希望他们业障消除 往生西方极了世界 基本上就这样一直到生 生的前几天 我特意让家人买了二条大礼放生 祈求孩子平安出生 自己心存善念 对人何事不计较 不生气 因为这些不良信息都会潜移默化的输送给胎儿 周六日停地藏菩萨灭订阅真言 桑极评作的观世音菩萨在 我的目的就一个生一个心地善良 对社会有用的好孩子 不求他以后富贵 但一定要善良 菩萨就是有求必应 前提是你要发前程心 信因果 如果一直对付菩萨生不起信心 你发的愿望就很难实现 听长辈常说 孩子都是带着口粮 我认为这里只付包来你家的 有的带得少 有的带得多 带得多少就和父母举心动念有很大关系 一个心存善念 不杀生 众人为了的母亲 必然会感召一个福贿巨足的孩子来你家 他的口粮多 他在各方面就会让父母省心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来报恩的孩子 相反一个凶神了啥 极度心肠 处处计较的母亲 同样只能感召一个坏孩子来你家 不仅从小难带 长大不听话 大人管不住 费尽心思抚养长大 还有可能不孝顺你 这就是常说讨债鬼孩子 有的家庭因一个孩子而发达 有的家庭因一个孩子而衰落 往大处看 这些娃娃们掌握着国家的心王 都是这个道理 说这么多 就是提醒想要宝宝的父母 举心动念真的很重要 而孩子孕育只有一次 所以请珍惜这次可以改变孩子命运的机会 发善念 接杀 护生 放生 读经 做善事 公司产假是三个月 三个月后将面临情保姆的问题 看着可爱的孩子 真是不想让保姆带 最后我想还是向菩萨求助 我就送大备咒和准提神咒 回向的时候我说 观世音菩萨 弟子非常满足和感恩您送我这么可爱的孩子 菩萨您送的孩子 肯定也会碰到一个好心肠的保姆 让孩子茁壮的成长 祈求您为孩子找一个好的保姆吧 那摩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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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跪着说三遍 每天读 我忘记读几遍了 有时候是七遍 有时候是一遍 我不敢奢求也能找到一个幸福的保姆 只要心肠好就行 没多久就有人打电话说愿意带孩子 两老口有一对双胞胎孙子 现在大了 想找个带个孩子的活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信任他们 就这样一口答应了 而且我出的工资他们也很满意 到后来我去他们家 我发现他们家是虔诚性基督教的 再后来戏剧性的出现了 他儿子和我一个单位的 我和他儿子金儿的表情可知 这样现在我们两家基本上都跟亲戚一样了 阿姨对孩子照顾也好 心诚则灵 感恩菩萨眷顾 本文若有任何功德 全部回向给静虚空变法 借一切众生 愿一切众生皆获得暂时安乐 并究竟成佛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打赛 发生了 打赛